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于文乐永生做爸爸之后,昨,29,晚首次亮相香港上环举型的手表活动,他表示与老婆王唐云五月生下儿子Cody于初见后,便向公司请了一个月长假,留在家中跟老婆分担带小孩任务,他说,我负责夜晚喂奶,老婆即负责白天带小孩和换尿布。 更说相当不容易,于文乐表示打算将儿子养到一百天这么大,才打算复工,但不会特别为儿子大搞百日宴,只会跟家人低调吃饭庆祝,对于是否再添个小孩,于文乐只有计划再生,他说,我想再生,由于老婆是家中独生女,从小到大没有兄弟姊妹陪伴成长,所以希望为小孩添个板, 希望生两三个,但要看我体力,我老了,体力下降,而且要带要叫,老婆相当注重礼貌,现在我和老婆负责带,家里的帮庸只是辅助。 孩子出生后于文乐首次出席活动。 香港明报提供,于文乐受访时坦言还想为孩子添个板。 香港明报提供。